下一代互联网长啥样 9月27号在浙江举行的 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下一代互联网论坛上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 告诉中心社记者 下一代互联网将解决人机物的互联 形成一个万物互联的数字孪生世界 黄澄清解释 目前的互联网解决的是人跟人的互联 满足人们工作消费休闲等基本需求 下一代互联网是要将物体数字化 目前首先要解决的是IP地址问题 那么上半场互联网地址多少个 大概43亿个 全球人口的70亿 那43亿个地址 是吧 那你这个显然 如果把我们人机物互联是不够的 下半场互联网它从底层上 用IPv6的技术 IPv6主要的是解决了地址的问题 号称地球上美丽沙子会有个地址 黄澄清表示 现在的互联网是传输信息的网络 信息可以被无穷多复制 最大的问题是不可信 溯源起来成本很高 下一代互联网运用区块链等技术 可以基本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区块链的技术的是吧 这样的技术 它解决了一个网络可信的问题 它不但是传输一个这个信息的互联网 它还是传输价值的互联网 那么这个网络跟上半场就不一样了 它是要可信的 是吧 那么就解决了我们很多要 你在传输内容的话 你要文作自负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从哪来到哪去 我看的是很清楚的 黄澄清说 在人机物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 持续发展的无人驾驶 远程医疗运输等创新业务 需要网络基础设施提供 据连接高吞吞 低食盐 高可靠 高安全的数据传输与计算服务 形成人工智能驱动的世界 它一定是要高速率的 是吧 那么生产环节 要保证它的生产质量 比如说我们要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 在网络上卡钻一下子 那就马上就 是吧 就要出事故了 黄澄清介绍 区别于现在的消费互联网 下一代互联网将是产业互联网 5G是解决产业互联网的关键技术 未来是技术进步 驱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 在物理世界的基础上 映射出虚拟世界 形成一个数字轮生的世界 我们未来的世界呢 可能人在线 机器在线 服务在线 生活在线 就是我们的数字轮生 除了物理世界 可能我们在网络世界里头 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大家